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来 哇 2022年立冬来了耶 哇 好棒棒喔 马上就冬天了 好厉害 我们千万别错过喔 立冬是在国立的11月7号 农历的10月14号 所以呢 大概半个月以后我们就立冬了 现在很快喔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呢 招财大秘法 几大秘法呢 要教大家 每年立冬都不一样喔 那当然立冬的时间大概在11月6号到8号之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立冬六大重点呢 2022年的立冬日期为11月7号 礼拜一 立冬有哪些习俗 立冬习俗有六个重点 来 第一个呢 是立冬要拜拜 很多人在立冬的时候并不知道说要拜拜 那如果家里的有祖先的话 要祭拜祖先 第二个就祭拜祖先 好 拜拜 拜哪里呢 我们拜呢 就是门外的 或者去庙里面 拜拜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空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家里有神 如果家里有那个神桌 那有三柱香就可以了 那拜拜的时候要祈求一下 我教大家 等一下会跟大家 祭拜祖先大家会吧 好 拜拜的时候要讲说 我们2022年呢 今天是立冬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呢 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让我们家运苍隆 生意兴旺 财源广进 身体健康 平安 家人平安 那如果在海外的家人的话 你就祈求海外的家人 也能够一并都很平安健康 也让他们事业发达 能够赚大钱 那最重要的就是先讲平安跟健康很重要 那祖先的话 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也是一样 祭拜祖先要祈求我们的祖先 比如说祖父母 爸爸妈妈 或者是曾祖父母 可能好几代了 你就会请求祖先 庇佑呢 我们这个家宅 要讲地址 要讲你的名字 然后呢 家人现在有几个人住在这个家 要讲清楚 就是庇佑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都能够呢 这个身体健康平安以外 还能够在年底之前 能够事业兴旺财源广进 然后呢 五事齐昌 好 那冬令进步很重要 冬令的时候呢 气候比较冷 所以大家要穿外套 所以呢 出外的时候也要戴点外套 那冬令进步我们可以用温补 不是热补 用温补 因为呢 冬令还没有到很冷 冬令才开始要冬天 所以用温补 温补的话通常呢 一般呢 我们都会用那个 就是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中药材 来做温补 你知道冬天最喜欢吃什么 烧酒鸡啊 还有什么姜母鸭 对不对 或者呢 蒸一些雨鸭 那通常温补的话呢 都可以做 虾子也有人用那个中药材去炖 都可以 你只要温补的话都可以 好 吃水饺 吃水饺的话呢 在古代呢 吃水饺很有趣 水饺是有一个典故的 我们以后再讲给大家听 水饺就是我们讲的元宝 就像吃元宝 吃元宝就是吃 那我们赚大钱的意思 其实里面呢 你要包什么都可以 包树的 包昏的都可以 好 泡温泉 泡温泉很重要 很多人说冬天可以去冬泳 其实我不建议 就是泡温泉最好 因为呢 我们在家里面泡 如果没有温泉就泡热水澡也可以 温水澡也可以 一天呢 本来呢 夏天就随便冲一冲 那冬天的话呢 我们就多泡个十分钟 五分钟也可以 像我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就会多泡个几分钟 手脚就不会冰冷 尤其在晚上睡觉之前 那背货里面就会暖轰轰的 就比较不会什么中风啦 手脚冰冷啦 气虚啦 就比较不会喔 晒太阳 如果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白天我们就去晒晒太阳 太阳呢 它的太阳光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很多的病菌都消除掉 而且太阳有个好处 可以增加我们的维他命 很多元素 都跟太阳光有关系 因为呢 你要知道 我们天地人之间呢 天跟地是人在中间嘛 所以呢 顶天立地有没有 我们不常讲说顶天立地吗 你站在地的上面嘛 就是立地 好 夏天可以脱鞋子 再打四脚在地上走一走 但是冬天不可以 冬天一定要穿袜子好不好 如果你在立冬的时候呢 做好这些准备的话呢 应该在今年的立冬 应该会非常好运喔 好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转运喔 好 立冬拜拜 过往在立冬呢 有着贺冬 传统习俗 在这天呢 祈求风调雨顺 平安健康 冬季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 这一天呢 到土地公庙 或者财神庙去拜拜 祈求呢 祈求新的一年呢 能够让财运更旺 祈求年底前的事业 财运平安顺利 那我们要拿出诚心 要讲你的姓名啊 我刚才有教过大家了 祭拜祖先也是一样 立冬这天可以祭拜祖先的仪式 如果呢 感谢祖先保佑我们 让后代子孙平安度过这一年 并且呢 也祈求呢 祖先继续保佑 让全家在未来一年 也能够顺顺利利 财富事业大发 家庭圆满 人处平安 诚心祭拜祖先 祖先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哦 好 冬令进补的话呢 就是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 因此呢 在立冬的时候 好好进补也是重要的习俗之一 那让身体充满元气跟能量 有着健康的身体 好运势自然就会跟着来 好 立冬进补呢 吃出健康的好运道 进补很重要哦 很多人都 你看用中药材看到没有 那用中药材的话呢 有些人可以补气 补我们的五脏内腑 好 来吃水饺 水饺呢 最早是在立冬的时候呢 在东汉末年时 有着呢 一个圣衣之称的名衣呢 张仲景 看见很多百姓 因为呢 天气寒冷而 冻坏了耳朵 你知道在东北地方是非常冷的 那个耳朵会冻到僵掉 连声音都听不到 于是呢 变将羊肉啦 辣椒 当归 生姜等 你看哦 冬天喝姜茶 很好像我现在就在喝姜茶 那驱寒 食材呢 煮熟或切碎呢 再将用面 面皮呢 这个包到这个耳朵的形状一样 这个叫元宝 其实我们嘴巴也像元宝 对不对 好 当时呢 这种食物被称作脚耳或脚子 那这种煮熟以后呢 补汤被称作呢 去寒椒耳汤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食补方式呢 来达到今天呢 这可以 我们可以冲击啦 抗寒的效果 而水饺也因此流传至今 水饺里面很多人包肉馅嘛 所以你要包什么肉馅 包什么鱼馅 其实都可以 有人包那个虾 都可以的 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包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包青菜也可以 很多人包那个高丽菜呀 对不对 还有那个韭菜 我要告诉各位 吃韭菜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不容易憋尿人多吃韭菜 好不好 就吃韭菜 憋尿可以憋久一点 因为很多人呢 比如说长途旅行跋涉啊 那常常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呢 比较会有那种肾脏不好 那憋尿就憋不住 就常常会漏尿 那就可以吃吃这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韭菜 好不好 来泡温泉 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冬天的时候 立冬这天去泡温泉 其实冬天很多人去泡温泉 但是呢 现在因为Corting Nighting的关系 所以泡温泉还是要戴口罩比较好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在家里泡澡就可以了 注意保暖 也因此呢锻炼身体的方法之一 增加身体温度可以预寒 立冬泡温泉活络我们的身体四肢 让身体更为暖和一点才不容易感冒 好第六个就要晒太阳 早上呢可以去晒晒太阳 早上太阳不会那么热 那如果是中午的时间呢 就尽量不要晒太久 让身体晒晒太阳呢 吸收太阳的阳气 因为呢立冬来开始阴气比较强 我们就要吸收阳气 除了对身体健康会有帮助以外呢 也能够呢帮助我们大大的开运 因为阳气吸收以后呢 它里面有什么D压V压什么 反正他有ABCD 反正一大堆的这个 在我们的皮肤可以吸收到的都很好 所以呢享受阳光的沐浴的同时呢 也可以吸收太阳的正能量 来接下来立冬 七大招财的密法之一 来家里的客厅呢 放招财神寿啦 皮修啦 龙龟啦 财神都非常好 尤其是你有旧的这些物件的话呢 有开关过的 你可以用阴阳水把它洗干净 冷水加热水就可以了 冷水加热水 那个水是滚过的也可以 冷水加热水呢 把它擦拭干净以后呢 然后呢让它风干或者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把它擦干 放在2023年的财味上面 那今年2022年对不对 大家想赚大钱 那下半年的财味呢 这个月的财味在西方 立冬这个月的财味在西方 你就可以把皮修移掉西方来 好不好 所以呢财运就会更旺哦 那明年我们再来摆2023年的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擦干净 像我的水晶啊 我的器皿啊 这些我都会常常擦拭 然后接下来 立冬七大招财密法之二 房间的机库要摆各国的钱币 如果你是做国际贸易的 或者是做事业的人呢 有各国钱币台币美金啊 人民币欧元都可以 那你如果有去旅游剩下来的这些零钱也可以 不管是铜币啦或者钱币 你就是你的金库里面呢 最好有各国的钱币好不好 那用红包带装起来就可以了 像我是比如说美金 我会用一个红包带装一个美金 上面写美金 人民币我就上面写人民币 那欧元我上面就写欧元 那如果日元我就上面写日元 随便台币的话 我们就上面写台币 不要装在一起 才不会混了 你搞不清楚是哪个币值 到后面你根本马来西亚币就写马来西亚 像我就会写马来西亚币 因为我常去马来西亚 那如果是去过越南 你就写越南币也可以 好那我想呢 这样的一个币值呢 我们呢就是等于可以赚全球财 好不好 来接下来 好 密法之三 随身财库皮包皮夹要更新 如果呢 2023年呢 最旺的颜色就是橘红色 好橘红色呢 基本上来讲 你看我上面那个有皮羞 那个是老师特赐的 2023年的特赐的皮夹 好有破损的不能再用 容易破财 拉链坏掉不能用 扣子坏掉不能用 那脱皮 里面脱皮 外面脱皮尽量都不要用 那你说好浪费 那你就把它拿来 存在你的房间里面 当存钱筒好不好 像我们不是有个财库吗 我们家里放钱的地方 你就将旧的东西呢 来存下你 比如说你备用的钱好不好 不管是任何的币值都可以 你备用的钱财 通常我们会用台币嘛 对不对 那你就放一些台币 在家里面的金库里面 也可以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招财密法第四种 家中厨房要有米旺 放八分满的米 因为冬天是要储粮 冬天到了以后 如果粮食不够的话 就会怎么样 家运衰落 尤其在春天 春天是耕作 所以春天 如果说我们的米旺里面缺粮 代表什么 家运会不好 所以最好有米 好不好 不管像我会有无辜米 还有白米 我就会一半放白米一半放无辜米 我都放到大概八九分满 那这样的话要吃无辜米 也可以吃白米也可以 对不对 好冰箱要有三宝食物 第一个是鸡蛋跟鱼 好 这个家里面的 不管你是要鸡腿鸡肉都可以 那你吃素食有素鸡 对不对 好蛋的话有蛋奶素 所以吃蛋也可以 鱼的话 有些人他不吃鱼 那就是素食的话 也有另外一种鱼 你们在市场都可以买得到 那通常我建议大家三宝食物就是鸡蛋鱼 因为都是高蛋白质的东西 高蛋白就是让我们在身体的状况之下 比较寒冷的虚寒之下 让我们有比较高的热量 可以抵抗外面的寒冷 逆冬到了就越来越冷了 所以大家穿毛衣 穿毛袜 甚至戴手套戴帽子 出外的时候 对不对 好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需要高热量的食物 这些蛋白质非常好 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 就是最最顶顶级的蛋白质 你去吃什么 补药都没有用的 最好就吃这些食物 好 那可以为家庭带来财富跟健康 因为有健康才会有财富 招财秘法之五 办公室放钱的抽屉 放一个招财红色的带子 红包带 然后10块钱的准备12个 代表一年12个月12个生肖 不管你家里有几个人都一样 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准备 因为我们一年12个月 5块钱的要8个 叫代表五路发财的意思 五路发 那一元的8个呢 代表一元赴死万象更新 好 加起来多少 你看10元12个120块 5块钱8个40块160 1块钱8个168块 好不好 这样会的吗 放红包袋里面 以前我早期都教人家说 10块钱把它围起来 那5块钱8个放下面 不用你就整个放在带子里面就好 用铜板就可以 那你说那我没有 我在国外没有这个168块铜板 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要放200元的 20元的 比如说你是美金 你可以放20元美金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货币的话 你就以数字为双 双数为主 但不要放4 2 6 8 10都可以 10全10美也可以 好 接下来立东 密法之六 招财的密法 办公桌左方农边 放一个玉玺 观印观帽 为什么要做观印跟观帽 你知道吗 像很多的公家机关 他们只要交接的时候都会有个观印 用红色的或黄色的布包起来 然后用一个盘子在交接的时候就是要交接观印 就是代表你掌握的权力 所以我们要在2022年下半年要掌握最后三个月的权力 加上明年的权这个权力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观印放在我们的电脑桌旁边 你看我这边都有观印 而且有时候放大的不是放小的看到了没有 这是龙 龙土株看到没有 我放这么大的观印 这个下面有颗子 这个是观印 这个叫观印观帽 好 那观印观帽的话 可以旺事业旺权力旺地位旺财富 容易升迁发财 然后你看这也是 我总共放了好多个 我不只是放一个 这是皮修 刚才那个是龙 另外一个是财神 所以我会放很多个这个观帽在我的旁边 好 也代表呢 我们办公桌 龙边女孩子也可以放龙边 不要放虎边 这样知道了没有 放龙边不一定要放虎边 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看到没有 很漂亮 橡笔材神 看到了没有 哇 这个是大象 大象代表什么 长寿 代表呢 你的事业长寿 你的工作长寿 橡笔 有看到没有 大象 所以橡是不是很大只呢 所以呢 我就放三种不同的 好 当然你要放一个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叫观貌观音 可以望我们事业权力地位财富 荣誉升迁 好 接下来密法之期 好 我们的客厅呢 通常呢 进门要平安 对不对 要顺利嘛 所以呢 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 当然就是要 出入平安就会健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只要人活着 他有个气场 气场很重要 2023年就要到来了 2023年开始要走火运 现在是走更运 那红色的地垫最好 红色地垫你看我上面有七星镇 好办公室客厅摆放一个红色地毯 我是里面对对对那边 好给我 这个地垫非常好 你看到没有 我们摆了一个七星镇的地垫 看到没有 七星镇的地垫 我家里是摆两个 我内外可摆一个 那因为在办公室 因为很多人进出 我们就摆在 摆一个在里面 外面也可以摆 可以摆两个 内外都摆一个都很好 所以呢 我们办公室里面呢 可以放地垫 还有家里也可以 像我家里是门内一个门外一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入要平安嘛 那七星镇代表什么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让我们的好运加倍 然后呢 让我们呢 北斗七星代表是说 我们呢 可以化煞 消灾解恶 这样知道了 好 可以招贵人 七星镇或是四神兽皆可 那可以招好员工 招财望事业 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说 哇 这个地垫的功效这么大 这个就密法之期 好不好 所以呢 立东这天好好把你的家里 准备好这些东西 那立东四大禁忌 我们来看一下 立东呢 禁忌共有四个重点 不要熬夜 那天晚上呢 洗完澡上床睡觉 不要熬夜 不要搞到半夜一两点还没睡 三四点还没睡 哇 我经常呢 我是写资料 像我半夜都常常一点钟还没睡觉 在写资料 那立东这天就尽量早睡一下 不要过早外出 就是一大早 因为冬天到了嘛 就会寒冷 所以呢 不要什么四五点就外出 那如果你的工作是要四五点外出 就没办法 别过量的饮用热水 太烫的水不可以 我们喝的要喝温水 稍微温一点没关系 尤其年纪大的小朋友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太烫会烫到你的喉咙跟舌头 别剧烈的运动 不要做很剧烈的运动 很多人就说 我要减肥啦 然后我要健康 那结果呢 做太剧烈的运动 像打球啊 或者这种剧烈运动 运动伤害会比较多一点 那包括爬楼梯 楼上楼下要特别小心 好 注意禁忌呢 小心别触犯 好 禁忌之一呢 季熬夜俗话说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好 秋天跟冬天 我们阴气比较强 我们就要把阳气加强 所以在寒冷的冬天 要好好的适应阴气 而一天之中 从晚上九点起 便是阴气的开始 所以养成良好习惯 早睡早起 才能补足精气神 让身体更健康 我现在学习 就是吃完晚餐 就尽量少看电视 因为有些负能量电视 我真的也不太想看 每天吵来吵去的电视很多 所以我就尽量大概看半小时 大概知道新闻一下 这样就好了 上床去准备洗澡 准备要睡觉了 我大概九点多 我就开始躺在床上要睡觉 所以其实提早睡觉的话 早上早起也很好 早起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看那个官场很多人都 五六点六七点就起床 为什么 他们就要去拜会要干嘛 很多人 所以有很多大老板 六点多就起床 而六点多就开始吃早餐 六点就早餐会了 跟那些大主管开六点的早餐会 很多很多大老板都是这样子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禁忌二就是不要过早外出 清晨的气温较低 特别是寒冷的立冬 过早外出面临的剧烈温差 可能会心血管收缩不良 不是 特别是年纪大的长辈更要留意 你不要四五点就要去运动 没有那么早的 可以多睡一下下 多睡一个小时 然后稍微暖的时候 因为冬天 冬天到来以前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 要特别注意 好 那禁忌三 来 不要太热的水 寒冷的冬天 当然我们都要饮用温水 但不适合太热 好 立冬四大禁忌第四 剧烈运动不可以 因为立冬这天这样 你知道剧烈运动也会中风 你不要以为不会 太过剧烈不可以 尤其是有年纪的人 像我在爬楼梯爬到七船 以前年轻人 我跟你讲一次 爬到七楼八楼一次就解决 现在要分两段式 爬到三楼就差不多快没气了 所以慢慢爬 像我们有时候停电 那这两天我们家里那个电梯坏掉 我们就只好爬楼梯 上楼下楼 所以就会觉得很累对 那你走楼梯的时候要扶着 那个楼梯的靶 然后身体稍微放斜 脚放斜 然后这样走斜 稍微斜斜的走会比较 不要直直的下去 直下去有时候 一个狼仓下去就会跌倒 好 所以剧烈运动不可以 因为血管剧烈收缩 可能引发不适 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辈 一定要避免在立东这天 从事太剧烈的运动 比较要小心一点 你知道我有朋友 七十几岁 他就是上台跳舞 结果就倒下去了 为什么他太兴奋了 又他有心脏疾病不知道 就这样忽然间中风就挂了 所以也请大家不要 如果太剧烈的运动 招财密法要记得 怎么样先准备好 因为立东还没到 11月7号就来了 所以提早做给大家知道 赶快帮我分享按赞转传好不好 然后转传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不要忘记帮老师按赞转传以外 还帮我按赞 帮我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någ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